北京时间7月20日,最近两天,这汉联盟的消息连续发生,昨天是伦纳德,今天终于轮到了仅剩的巨星卡梅罗安东尼,莫沈亲自带来消息,老鹰将和雷霆完成交易。 安东尼和2022年选秀权,交易老鹰和施罗德以及穆斯卡拉,与此同时,老鹰将会裁掉甜瓜。 火箭则是领跑了,安东尼争夺战,如果说这个消息还不够让人振奔,那么后面的消息就更好的。 NBA官网的记者David Aldridge亲自报道,安东尼早就告诉了身边的人,他肯定会是火箭的, 至少一直以来他都是这么想的,卧神的交易只是告诉了所有人。 现在甜瓜能走了,但官网的阿尔德里奇几乎就是宣布,他将会去火箭,这才是火箭最需要的消息。 等了这么久之后,火箭三巨头终于要来了,只要他能加忙,埃里扎和巴默特里对能影响约等于零,火箭也可以应当勇士了,NOXV。